嗨嗨大家好 我是Book 今天我们不玩游戏 我们来聊聊我最近看过的美式动画 美式动画已经不再是以往有趣的卡通动画而已 而是一个一个作者与制作团队偶心利息的世界 有的是搞笑无厘头 有的游蟹有泪 有的友情无法万岁 耶 还有这种美极基本上都有超展开的 但不要只看他通讯的外表 这里面其实教导各种人生的道理 都还蛮自助我们去审视的 我看过许多的作品 从小的时候的鸡与牛 德克斯特实验室 到现在的神奇小卷毛 还有前几天还看完很多网友都推荐的神作 神秘小镇大冒险 那我先说说为什么会看到这部作品 原因就是当我看完天边公园 猜浅火宝 一个巧合之下 去搜寻了作者们的名字 结果发现他们居然合作过一个动画 叫做阿嗨大冒险 诶好像还有一位作者 我没有听过 而且这个作者 他也是有一定的名气带 而且他是神秘小镇大冒险的作者 在我的好奇心驱使之下 我就去看了 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就让我说说这部神作吧 放心 这里面没有爆雷 对了 还没有看的朋友 你可以先看看这个介绍影片 至于看过的朋友 你还不快拿这部影片来推你朋友坑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认为在迪士尼一波 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卡通 在这里我先释出一些片段 我先看到 你怎么会被人逃了 你怎么从哪里 你怎么在哪里 你怎么在哪里 虽然没有很恐怖 但是这个小孩看的话 应该还是会觉得恐怖吧 就是会有心理阴隐 神秘小鎮大冒险,英文為Gravity Falls,作者為Alex Turch,迪士尼的2020年6月首播 主角是Dipper和他的雙胞胎姐姐Mabel,兩人在12歲暑假時被送到Gravity Falls的小鎮 Gravity Falls也就是整部卡通的名字,他們住在俗工Grunko Stan所建議的神秘屋 神秘屋是個專門詐騙觀光客用的商店 Gravity Falls的小鎮充滿了超自然食物,因此結地良,一方面幫著Stan建議他們的神秘屋 一方面探索Gravity Falls的神秘秘屋團 當然這不單單只是這樣的故事 一個動畫不外乎就是每個角色的外型相當鬥趣可愛 另外再加上宣明個性 全部卡通幽默風去讓你恐怖大笑 又不是懸疑格料,讓你想要趕快跟著Dipper和Mabel 瞭解這神秘小鎮的真相 人物介紹 Dipper Pine 中文翻譯是Pindible 12歲,甚至是1999年8月到9月之間 雙胞胎中最理性的一個 往往都是需要心思細膩的計畫才可以行動 所以常常猶豫不前而搞大事情 但Mabel都會在旁邊點擊他 Dipper的小鎮來源在他額頭上有個類似北斗七星胎記 因為這個胎記被取消過 所以Dipper才會一直戴著帽子 Dipper在森林裡發現了一本神秘日誌 記錄了Gravity Falls所有超自然食物和秘密 強烈的求職率讓他對這本日誌十分著迷 所以他想要查明真相 但越接近真相 越難以恢復以往平凡的生活 Maple Pine 中文翻譯為他沒飽 12歲生日以Dipper一樣 畢竟他們是雙胞胎 是個比Dipper大5分鐘的雙胞胎姐姐 雙胞胎中最感性的 做事很直來直往 靠著直覺走 又很常常掃增金 這整部戲的很多的效果點 非常上癡色的家 而且你想要交給他朋友 常常Maple太過於過分的時候 你就會需要Dipper的理性來拉住他 常常在鏡頭以外的地方編織毛衣 所以你會發現他每一集毛衣幾乎都不一樣 他們有一隻寵物物叫做Waddle Vranco Thand 潘石坦蒂 Dipper和Maple的叔公 個性他非常的狡猾 很會說服而且唯利是圖 是Gravity Falls神秘小屋的老闆 他自稱神秘先生 稱神秘小屋為全世界最神秘的博物館 小屋裡販售各式各樣的東西 詐騙了許多五隻遊客 Vranco總是把Dipper和Maple當免費勞工使喚 但其實他是相當疼愛他們兩個的 總是默默的守護他們甚至連命都獲得出去 為了賺錢所以很多非法的事都做過 但是這表面看似愛錢為錢賣命的背後 卻有個令人難過的秘密 Wendy Quarterly Wendy 15歲的對性神說 頑皮很酷的女孩 交過很多男朋友 在神秘小屋打工 時常又溜出去玩 跟著他的好朋友們 做著說過如果把所有酷炫的人 攪拌在一起 那麼Wendy就誕生啦 Seuss Ramirez 阿蘇 全名為Jesus Seuss 這邊我請Google小姐念一下 22歲生日是7月3日 是神秘小屋裡面負責打工的人 而且他還住在廚藏室裡面 當然 你只要把你的身體變成像一個遊戲的遊戲 那他似乎不是最聰明的 但是個性單純溫和 很樂於主人 總是幫助神秘屋裡面的人 裡面我最喜歡的角色 可能就是Seuss吧 每次說話都是天外飛來一筆 最莫名其妙的逃出一句話 或是一個暴典 你就連他當的殭屍還是忘記來個幾句話 每位角色曾經有重要的地位 即便是那可以為不起眼的配角 他們的存在並不只是個為了承托主角的配角 因為有這些配角的存在 所以那些Gravity Force小證的時候 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合情合理 例如這次出現第一季第二季 裡面看不起眼的Odme Magalke 行為瘋狂怪異 這種屬性的角色是很多卡通裡面常會有的 那大多是為了要達到搞笑的效果而有的角色 好像無比頭的出現在一個超級的劇情裡面 又好像很無比頭的說出一大堆風言風語 難道他只是來串門子的嗎 增加這個節目的娛樂角色嗎 雖然他是有達到娛樂的效果 可是這邊又讓還沒看過你們 自己去看吧 Alex曾經說過 如果我做一個節目 加入非常多的英鬼道爪密碼 背景資訊以及彩蛋的話 那些跟我一樣奇怪的小孩 他們真的會深入其中 這也就是說 這個節目裡面 作者穿插非常多的密碼 非常多的連貫性 出現在這個背景裡 但很多都是畫面閃不去 沒有安善廷來尋找的話 其實還蠻難發現的 不找這些提示其實也不放 但是你如果你找的話 你會發現這連貫性細緻的恐怖 1.密碼 密碼有凱撒密碼 阿特巴西密碼 AEZ26密碼 混合使用密碼 符號密碼 維吉尼亞密碼 看完這部我也會有一點點的密碼學 當然這些密碼 有些很難找 有些出現於封面或結尾 都是短短幾個幀數而已 2.音鬼道轉 或者說他以前很喜歡把音樂倒轉播放 或者倒著講話 所以他就把這個元素加進去 第一季的第17集的時候 Robbie給Wendy寫了一首歌 被Dipper發現倒轉 播放是一種精神控制歌 這也在暗示有很多地方 有音鬼倒轉的可能性 甚至是片頭 3.連貫性 就像是第一季第九集的時間矯正員 Glandin 為了清除被Dipper和Mabel擾亂的時空物品 曙光回縮到了第一季123集中 拿取物品 這個時候就會想 所以你前幾集就出現過了 所以當你回頭看這123集的時候 你會發現 Glandin真的出現在這些背景裡 然後正在清除時空錯亂物品 原來作者老早就在撲梗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捷克 對了 這位配音員 金尼蒙公爵 我超喜歡他的聲音 4.作者 人生玩笑 作者也常常把自己的人生 見過自己的事物 放進動畫中 男女主角的設定 就是以作者本身 與他的雙胞胎姐姐為原型 裡面有很多角色 是作者身邊的人 像是蘇 是他的大學的朋友 還有他姐姐以前暗戀 對象名字等等 也常常出現於角色中 Alex也常常拿朋友 以及自己和朋友的經歷 跨進動畫中 也有點像開玩笑的意味 像是編劇麥克里安達 小時候就被姐姐打扮成羊 然後跳舞 心靈創傷 Zipper的綿羊 就是這麼來的 動畫主委常常將 Alex畫入動畫中 開他玩笑 所以你會常常發現 Alex的臉在裡面 這些都只是 這整部動畫的一個小角 他有很多疑問等著 我們自己去發掘 為甚麼Ground Girls 會躲到一個神秘的地下神 為甚麼整個小鎮 外事發生了這麼多村莊 沒有一個人看見 為甚麼蘇珊眼皮那麼奇怪 為甚麼Ground Girls 沒有辦法好好穿手套 Zipper發現的筆記本 到底是誰了 為甚麼這個三角形 那麼平行 為甚麼文靈那麼晚了 哼哼哼 作者也同時 黑音了很多角色 這次是Suit Oldemagaki 還有Duddyduddy 我真的覺得這作者是個鬼才 在這個超自然的Gravity Falls Dipper和Maple 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揭開這個神秘的面紗呢 這麼多令人疑惑的事情 答案會藏在哪裡呢 會是在作者的密碼之中嗎 會是在故事的劇情裡面嗎 又或是這些角色 在鏡頭後面搞鬼嗎 如果想要解開這些疑問 那就趕快跟著 Dipper和Maple一起 解開這些懸疑吧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to meet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have so many questions I have so many questions I think I'm gonna throw up I think I'm gonna throw up No no False alarm 在你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完成是不是又有東西可以配的呢 還不趕快把你 還沒入客的朋友給推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幫我點個喜歡 那如果你想要持續追蹤我的話 也可以幫我點個訂閱 那對了還有小鈴鐺也不要忘了打開 如果想要推薦我某些美式卡通 也可以在下方做討論喔 那我是Book 請待我們下一個影片再次再見啦 掰掰 啦啦啦啦啦